这里是尼加拉瓜的玉米岛 那边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是玉米岛的沙滩 现在是2022年的1月9日 本期的花絮呢 就来看一看这个玉米岛这边的这个其中一个沙滩 看看这个当地的这个情况 这个岛是非常小的一个岛 基本上就 这90%的人啊据说大家都认识彼此 我这个岛绕一圈的话就 我开车的话十几二十分钟就完事了 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这边就到了这个玉米岛上的沙滩 本期花絮呢就 带来看一看这边海滩的情况 沙滩的情况 嗯这个颜色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有一种非常温柔的气息 就在自己就在自己的面前 感觉这迫不及待要进去看一看 所以这就是 这是 米江拉瓜 玉米岛 的其中一个沙滩 感觉这个真的特别的温柔 软软的沙滩 基本上这个没什么游客的这个 这样一个地方 基本上岛上所有的游客 现在都集中在这一块 比如说 对 那只能在那边 我们下轮到那边 就在那边 我们下轮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轮到那边 我们下轮到那边 正确到那边 其实 前面這邊有個燈包 感觉目前这个岛上的可能70%的游客 都集中在这一块 因为来这个岛上呢 每个星期只有两趟船 就是每个周三和周六 它平时不是每天都有船 就是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这样一个地方 你必要等这个时间 所以昨天我们那趟船 周六那趟船 我看了一下就大概 七八个吧 七八个就是上午这样子 就是过来这边来看一看 这种国际的游客 然后回程呢 也是每个星期两趟 周四和周日 雪 这种国际的游客 我们来看一个星期五 际上和云 这种东西 中文乡 就是 北京 去 金 所以这个关注尼加拉瓜的时候 他们这可不只是有这个火山 不只是有当地的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文化 他们这还有这个加勒比海边的这个 加勒比海滩的这种沙滩玉米岛 这还有很多的丰富的内容 等着你来的时候过来去体验 然后以上呢就是本期的这个中美洲的花曲 只是看一看这里的海滩的情况 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关于中美洲的花曲 然后另外的这个内容当中再见 行 本期就先到这里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或者美好的晚上 我们在另外一期花曲当中再见 另外一期花曲或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那这瓶啤酒是 大概七块多人民币一瓶 就在这海边 然后有WiFi 还可以刷卡 就在这边